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肘和膝盖在一条线上 对 肘和膝盖是一条线 手与组合 六峰四壁在戚戚中是如何破解对方进攻的 定成肘 走这个 走到这 手向上 向上 让它起来 破它那个根 然后走这个岸 太极鱼养生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太极与养生 在上期节目中 我们一同跟随 红氏太极拳创始人 红军生先生迪孙 红氏太极拳第三代家传 红森先生学习了 红氏太极拳的基本功 那从这节课开始 我们将开始正式学习 红氏太极拳的套路 那红老师 咱们红氏太极拳 一共有多少个式子呢 红氏太极拳一共分两路 一路是81式 二路是64式 那咱们先从一路开始学习 咱们先学习哪几个式子呢 我们先学习一路拳的前四式 第一式金刚岛队 第二式蓝叉一 第三式六峰四壁 第四式单边 观众朋友 下面我们请红老师 把今天要学的这四个式子 金刚岛队 蓝叉一 六峰四壁和单边 给我们连贯地展示一遍 金刚岛队 蓝叉一 六峰四壁 单边 洪老师 下面咱们进入 今天这四个式子的详细学习 首先我们从金刚岛队和蓝叉一 这两个式子开始 请您带着我们先坐一遍 可以 可以 我们先坐金刚岛队 两腿一肩宽 转身 微微下蹲 右手再切心口 左手放在前面 转身 收 出脚 攻西 两手步要做动作 白脚 白脚 上步 摆拳 落掌 提膝 落脚 落脚 金刚岛队 蓝叉一 一 二 三 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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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手同时打开 四 五 六 七 对 收 好 好 洪老师 咱们先来学习金刚岛队这个式子 我看您开始做这个式子的时候 两腿是要弯曲 对吗 两腿要弯曲 微微弯曲 微微弯曲 就像我们 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坐在一个转椅上一样 转椅比较高 我们这样微微坐下也可以了 但是不等于说是蹲马步 不是那种蹲马步 这叫小正马步 小正马步 对 第一起誓是小正马步 小正马步 两脚尖冲前 向前 身体注意姿态 注意身体的姿态 后腰 处直 下巴微微向你一收 这叫头领起来 百会学向上先上顶 这叫虚领顶劲 身体任何部位 不做动作 在身体任何部位 只做手的动作 手做手动作时 右手 两个手手指领劲 手指领劲 这个是不是我们在基本功的时候 学过的这个手形 学过这个手形 现在基本功当中 学过的手形是这样 就这个手形 肘尖不动 只抬小臂 抬小臂来 手贴心 手斜对心口 手斜对心口 前手 左手伸出去 和两个手之间的距离 一个小臂宽的距离 一个小臂宽的距离 对 第二动 两手 两手不做动作 两脚旋转 转身体 转身体的身体 任何部位不做动作 用两脚蹬 左脚 右脚是脚后跟 为轴 左脚是脚尖为轴 你这样蹬过来 45度角 注意右手 左手是松肩成轴 你看 转过来 左手松肩成轴 在原位置 它没有做动作 再看右手 右手肘尖不动 只把小臂摆出去 肘不动 肘尖不动 把小臂摆出去 好 向上合部 对 合部 膝盖 两个膝盖要碰在一起 合部 出脚 对 落脚 两个手还没做动作 落脚是 这是正马步 一般是两肩宽 可以了 下一动 摆脚 前脚尖 左脚尖 向外摆 90度多一点 一定注意 不是单独摆脚尖 是后脚 把脚尖蹬过去 两个脚都有用力 都有用力 是后脚蹬 所以你的身体重心 都不是不动的 我发现 红式太绝拳里面 很多动作都是 我们看似是 左脚在动 其实右脚是在用力的 实际上两个脚都在用力 实际上是后脚 把前脚蹬过去 不是前脚在主动摆 如果你前脚主动摆的话 是膝盖在动 对 是膝盖在动 这就产生膝盖的晃动 这就产生膝盖的晃动 对膝盖保护也不好 这大家一定要注意 后脚蹬 这一动 上部这一动 前膝向后拉 后膝向上合 定住不动 你看 它就这样上来 形成前须部 上来之后 右手在左手底下 小心斜上上方 右手握拳 左手翻掌 落到肚脚这 右手注意不要动 然后提膝 落脚 把手放到这个掌 左掌上面 这是金刚脑队 河老师 那咱们接下来继续学习 下面这个式子 蓝擦衣 蓝擦衣 好 金刚脑队最后移动 两手变掌 右手变掌 左手下按 右手下插 对 这是第一动 这个动作要保持在中心 不要来回头跑 在这 一 然后用中指领劲 右手中指领劲向上起 一般是中指和下板进门 进门是平起的时候 左手下按 右手下 小臂向外开 不要动肘 小臂向外开 好 左手向外开 同时开 左手反手圈 右手正手圈 合肘 肘合在一起 这时候左边踏好当劲 擦好劲 腿擦出去 斜向里勾 脚尖斜向里勾 攻膝 攻心的时候 左手合到胸口 勾后脚尖 勾左脚尖 把右手推出去 这是蓝擦一 蓝擦一 对 这个动作我看 您看上一个金刚倒队 我们是一拳一掌 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变成了两个都是掌 两个都是掌 而且用到了我们在学基本功的时候 学的这个正手圈和反手圈了 对 在这两个圈的配合 和左右手的配合 我们单独做的时候还是比较自如的 但是两个配合在一起 它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洪老师 你像这两个单手圈 就像两个圈的配合 两个手的配合 这两个动作可以单独练 你看我给大家做一下 那个单独练 右手正手圈 左手反手圈 你看 从这开始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它是一所一所 右手是正手 左手是反手 反过来也可以这样练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下面请您再带着我们复习一遍 这两个式子 好 马步站好 跳小正马步 身体微微下蹲 对 起手 一 好 起手的时候 一定注意中指 两个手中指领劲 起来 一 脚蹬开 向一侧转 对 好 合步 对 下肠 膝盖 两个膝盖下碰 小胶 好 出脚 东西 白脚 上步 右拳握手 左拳变掌 放到肚脐这 提膝 裸脚 第二动 蓝擦一 右手变掌 左手下按 右手下掌 一 二 左手贴成旗 三 三 向外开 四 合肘 出脚 攻西 左手合到胸口 右 左脚勾脚尖 把右手蹬出去 加油 金刚倒队 第一动作 双手要以中指领劲先动 肘不要先动 第二三动作 双手要保持一小臂宽 出左腿时 左脚尖要向里斜着勾起 以左脚根里侧贴地前进 蓝擦一 也要注视对手 不要随手转动 第三动作 要同时合手出腿 第四动作 要随身右转 而扣左脚尖 第五动作 要保持右攻步的松塌 下面我给大家 我和蔡老师 把这个金刚倒队 和蓝擦一的应用方法 给大家展示一下 第一是金刚倒队 金刚倒队是 接对方的正打直拳 你看我站好之后 对你打拳打拳出拳 我起手 右手接对方的手腕 左手放在对方 对方这个肘关节 防止对方起手 起肘 然后这时候 随这个接手的同时 转身 这叫踩 向外走 这是个踩法 踩法的同时 出脚 这是这个动作 这时候 这时候和对方 对方最 离我最近的一个位置 就是个肩 他可以松肩 松肩成轴 用肩来靠我 进一步靠我 对 这时候我右手 左手不要动 不要做动作 右手松肩成轴 对 进一步 他出来这个击法 击按 我们再做 对 上步 你看 他走这个动作 这是踩 中间成轴 这击靠 左手手击 右手是按 什么是太极拳中的 外三合 肩与矿合 轴与膝合 轴和膝盖 在一条线上 对 轴和膝盖 是一条线 手与足合 六峰四壁 在寄居中 是如何破解 对方进攻的 两定乘轴 走这个 走你看 到这 手向上 向上 让它起来 破它那个根 然后走这个按 太极与养生 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洪老师 下面咱们继续学习 六峰四壁和单边 这两个式子 好 请您先带着我们做一遍 我们做一遍 六峰四壁这个 这是这个 蓝擦衣最后一动 六峰四壁第一动 收肘 身体不到 到这出肘 出手 出手的时候 左手放到右肘的肘窝 第三道 再收肘 两个手同时向回收 外摆脚尖 成外摆 外八字步 六峰四壁上步 两手下按 对 后脚 蹬住 这叫前脚斜 后脚正 后脚是正方向 前脚是四十五度角 出手 手在心口 和胸平齐 这时候这个近一点 是在两个鱼迹 只翻 翻掌就可以了 下一个单边 单边 左手先不要做动作 右手收肘 收肘 向心口转 呈钩 右手呈钩 左手中间沉肘 手心斜成上方 右手走不动 直往外摆 向外摆小臂 钩是横的 横平的 对 好 这时候和步 用它好心 出脚 攻西 勾脚尖 把手蹬出去 单边 眼看左前方 好 霍老师 咱们先来详细地学习 六风四壁这个式子 好 这个式子为什么叫六风四壁呢 它是 就像我们整个眼观六落 耳听八方一样 身体在这个各个方面 各个方向都能封住对方 都能封住 这个招式很厉害 对 因为这个第一栋 你看这个六风四壁 第一栋 这是个铝 铝 对 在这太极拳当中 彭铝几岸 彩脸轴靠的铝 彭铝几岸 彩脸轴靠是 太极八法 太极八法中之一 这个铝法 铝 这就在我们六风四壁 这个式子体现了 对 这是铝 铝 你看这是极 岸 极 岸 都有啊 都有 这个铝 这是个大铝 大铝 这时候上部 极 上部是极和岸 上部这一点一定注意 左边 右边一定定成一个轴 就像我们那个门轴一样 你整个身体经常一扇门 在这儿 你看 直接关上 哦 就可以了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六风四壁 那个臂 就是把它关上 要关上 这是个臂 实际上在这个体现 在这个体现 对方接手当中 这个进入 它是个岸 是个岸 对 极岸 哦 那洪老师 您刚才说这个铝很重要 对 还是个大铝 对 嗯 这个铝法 等于 我给 跟蔡老师给你 体现一下 嗯嗯嗯 可以吗 嗯 简单的先在这儿一讲 我现在简单一讲 你看就站在这边 对 你看这个 我们这个铝是在这儿 哦 是做这个动作 哦 哦 是走这个 走这个进入 嗯 对 过一会儿 我给大家展示 嗯 这是一 二 嗯 那挤的时候呢 挤 你看 这是挤 挤 哦 挤 挤当中 包括岸 哦 挤和岸是连在一起的吗 连在一起的 连在一起的 你看 这挤 右手 左手放到这个轴 哦 它不光是右手上的动作 也有左手上的动作 也有左手上的 连在一起的 对 对对 嗯 嗯 到这儿 一 二 哦 这接对方的手 三 上部 哦 这个按 所以说我看是有两个这样 过来 然后再过去的动作 对 然后又一过来 再就是一个 合的动作 合的动作 哦 这个动作 为什么要做两 两个旅方 嗯 嗯 是根据对方的 这个进 进攻的 这个方向 嗯 进入的方向 我来做这个 那咱们来继续学下一个式子 单边 单边 嗯 六红四臂定式 啊 单边 左手不动 右手松肩沉轴 走下弧线 向心口转 啊 转过来 顺缠成钩 左手松肩沉轴 手心前从向方 右手 不动 直摆小臂 啊 手横出去 对 好 左 合轴 合腿 合步的时候 右边应的踏好当劲 出脚 脚后跟 擦地 脚后跟里侧擦地一点 脚尖向里勾 啊 攻膝 勾脚尖 出手 这时候勾尖 向下 松肩沉轴 嗯 嗯 对 那个 洪老师 刚才我这个单边最后这个定式的动作 两手不是向旁边的吗 是向前 我看 这就讲那个武术当中这个外三合 外三合 对 而是哪三合呢 叫肩与胯合 肩与胯合 对 肩和胯 必须在一条线上 哦 肩与胯合 嗯 肘与膝合 肘和膝 膝盖在一条线上 肘与膝盖是一条线 嗯 嗯 手与足合 哦 手和脚 手和脚在一条线上 哦 手和脚要合在一起 哦 和对方接手的话 对方是站在你身体里边 嗯 嗯 正好是在这个位置 哦 他绝对不会站到外后面去 嗯 嗯 这是和对方那个交手 也是一定关心的 洪老师给我们把动作讲得很详细了 嗯 那下面请您再带着我们复习一遍 这两个式子 好 蓝叉衣最后一动 哦 好 股红丝臂第一动 一 二 三 肩脚尖 上部 关手 好 单边 一 二 三 四 五 啊 好 嗯 注意手腕一定要放平 嗯 六风四壁 第一二动作要注意缠法的顺利 第三四动作双手要保持一小臂宽 第五动作要求右脚斜左脚正 双脚配合成三脚型 单边 第二动作眼神应随身左转而调整 第四动作注意右腿不可蹬的过直 右脚尖要内扣 左手开始右手在圆处随之自转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右脚四壁和单边的应用方法 这个栏擦一最后移动 是在最后移动的时候是个挤 挤案 这时候对方松肩成轴 对他要挤我 你看他要向外挤我把我挤出去了 这时候我松肩成轴 走这个旅 走旅的时候他松肩进一步 他就想靠 这时候我走了岸 慢点慢点 走这个岸 这时候对方 用胯靠 再吓他 对用胯靠的话 你看一靠我就出去了 这时候我再加大了个旅 就向这走 这个脚在前面 这是个旅 六峰四壁 这个壁在哪呢 是对方想进进不来 而又想挥撤的时候 身体不要 你看我身体右边一定要定上轴 走这个 走你看到这 手向上 向上 让他起来 破他那个根 然后走这个按摩 走这个按摩 没事吧 你看 这是走两个平圈 一个利圈 你看这个旅是平圈 挤 再走这个平圈 走这个平圈的最后 走利圈 走利圈的时候 再走了按进 这个就按 左转身倒对的手部动作 有何要理 右手松肩成轴 这是正手圈 左手走个整个的弯手 正手的反手圈 右手然后走个正 走个走个 也是走个正手圈 但是它有个方向的改变 搂和凹 这两个动作在 搂西凹部中是如何体现的 为什么叫搂西凹部呢 是你左手和左脚都在前 都在前 这叫凹 搂的是放你这个膝盖 是对方你站在里面 里侧 我除了一个挤法 这个挤 就像搂着对方的膝盖走一样 搂西凹部这一招 在实战中是怎样使用的 左转进一步 左手向后开 保持平衡 是要走这个动力 太极鱼养生 下期播出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 这期节目 我们一同跟随洪森老师 学习了 红式太极拳一路的 第一式到第四式 金刚岛队 蓝叉一 六峰四壁和单边 那洪老师 下节课我们要学习哪些式子呢 下节课我们要学习 左转身岛队 白鹤亮翅 楼膝奥布 出收和鞋型岛队 观众朋友 下节课我们要学习五个式子 刚刚开始学习 很多都是没有接触过的新式子 希望您在课后 能够把这节课学习的式子 反复练习 加强巩固 为下节课的学习 打好基础 感悟太极智慧 收获健康生活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继续关注 太极与养生 节目最后 我们再把今天学习的几个式子 复习一遍